你现在还在烦恼30岁没有房地产吗 现在只要8000块 你就可以入股房地产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月步客 我是水风刀 没有错 我们这一集月加密要讲的就是 如何用8000块入股虚拟的土地 好 讲到虚拟土地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非常多的新闻 最近在讲元宇宙 然后其实有非常多的艺人跟明星 还有很多的投资人 疯狂的去抢购所谓的虚拟土地 上市知名的歌手林俊杰呢 他就用12.3万美元要价台币350万的价钱 买下了3块 Decentraland的虚拟土地 而陈琳九也在社群媒体上表示 自己已经花了34万台币 买下了Sandban的一块虚拟土地 并计划未来将在这个地方呢 盖自己的演唱会 还有美国饶舌天王Snow Dogs 宣布在Sandbar联名NFT 将在Sandbar上发售 总量是1万枚 初始发售的售价是150 SAND 那大家会好奇说 为什么虚拟土地 这么多人愿意买 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社群价值 现在包含是 很多的LV啊 或是知名的品牌 爱迪达 他们都已经进军元宇宙的 去买了Sandbar的土地 或是Decentraland 那虚拟土地呢 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 去设计我们自己的想要的 房地产的样式啊 想要盖的东西跟建设 如果你不要这个土地呢 事实上你还可以转手 卖给其他人 然后也非常多投资人用 转手买卖土地的方式 就是获利非常多钱 那为什么虚拟土地值得被投资 是因为现在在元宇宙这个趋势上 然后虚拟土地的价值 已经被很多人看见 甚至它背后有很强烈的支撑 像Decentraland 我们就可以讲说 它目前由知名的银行 文官大同跟电子巨头三星 都已经加入此行列 而且还在这个土地上呢 开设他们的贵宾室 还有The Sandbox 也获得了9300万美元的融资 而这笔资金是由 日本软银旗下的 愿景基金所领投的 没有错 这么多知名的巨头 都已经加入虚拟土地的行列 但是对我们小资族来讲 一个土地要这样350万台币 或是说几十万台币 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高昂了 现在就有个机会 让你8000块台币 就可以入股虚拟房地产 跟虚拟土地 没有错 我们现在就要来介绍一个项目 叫Meta Tycoon 然后让我们小资族 也可以进入元宇宙开始制产 什么是Meta Tycoon呢 先来介绍一下 Meta Tycoon是 虚拟房地产 虚拟土地 投资的NFT项目 他们专注在 投资各项虚拟土地上面 目前元宇宙已经收购了 总共12块的土地 其中包含了 4个Decentraland 5个Sandbox 1个CryptoVosil 再1个NFTWars 还有1个SominionSpace 并且未来还会增加更多的土地 接下来讲到一个很有趣的重点 而且这些土地都是位于 林俊杰啊 陈琳九啊 等等知名艺人明星的土地的旁边 以后你就可以大胆这边讲说 林俊杰就是我邻居 戴在虚拟世界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以后可能会开发一些 关于过路费的部分 那其实你在一些知名的土地旁边呢 其实会有比较多的利润空间 所以现在呢 这个NFT的项目就是 Meta Tycoon 它就帮我们去抢占这些名人的土地的周遭 就像是我们未来的那种信义区东区一样 有无限的商机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买房地产就是一定要制产在一些高档的地方嘛 像信义区啊大安区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地方 现在呢你只需要花0.1 ETH 你就可以入股虚拟土地的行列当中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讲讲 Meta Tycoon呢它买的土地 我们有什么样的负能在这个NFT的项目上面 Meta Tycoon呢有五个关键的功能 第一分润 就是土地产生任何利润的70% 将平均分配给所有持有者 而30%呢会返还到社区的钱包 继续Meta Tycoon的投资组合的增长 假如今天有1亿的利润 然后还有70%都会分给持有者 那我们总共有9999个碎片 那它的计算方式就是1亿豪宅 乘上70% 除上9999 大概就是等于7000块钱的青台币 哇是不是觉得这个股利很多呢 像以前我们可能买一个股票 股利可能没有到这么高的一个利润 第二持有NFT的人共同拥有元宇宙的房地产 基本上呢像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办法买得起 这么一大块自己有一个土地这样的NFT 所以呢我们现在入股之后呢 我们就参与了这个土地的其中之一 我们也是共同持有人 就跟我们以前买房子一样 我们就是会分到可能这栋建物里面的 有可能百分之几%的土地持有 这样你的朋友应该会觉得蛮厉害的 就是代表你已经既低元宇宙 第三虚实整合的会员卡 没有错你加入Meta Tycoon之后呢 你会拿到一张虚拟的NFT以外呢 它还会附赠你一个实体的会员卡 是不是很令人兴奋 那目前的会员卡呢总共分成四种 就是金、黑、红、银 那金卡的负能就是很简单直率暴力 就是说你可以分到比较高的% 黑卡的负能是你除了可以分到%以外 你还享有一则广告曝光的机会 可以宣传你的产品啊 你可以做求婚啊 或是转售版位以获得陷阱的收益 详细的细节呢会在玩售9999 MT玩售后公告 那目前黑卡还正在NFT的进行当中 再来是红卡的负能 那红卡的负能真的特别的surprise 是由我们这边来做第一手的消息的公布 红卡的负能除了分轮以外 还有免费六次的元宇宙门票 例如说什么元宇宙Party啊 Live DJ啊 地下乐团Live Music 这些活动呢会向非持有者收费 但是你只要有红卡就是免费六次 银卡还没有释出 我们期待它未来的公布 那我们要怎么拿到这些卡呢 它是分成这四个阶段嘛 那目前的话黑卡还剩350张左右 4.Meta Taekwoon的专属活动 好的你如果持有他们的NFT呢 你还可以去参加他们官方办的一些专属活动 像我们之前可能有其他的NFT 我们就可以去参加一些棒球赛 或去看一些其他的活动 他还有一些额外的赋能可以去参与 5.独家的DC对话频道 没有错有关于可能房地产虚拟 虚拟土地相关的资讯呢 都会在他们的专属DC里面随时的去公布 然后告诉你一些近况 还有一些小报消息 那区块链的资讯就是一切 听到这边是不是很心动呢 那没有错 我们现在就实际来Mint看看这个土地 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Meta Taekwoon的官网 我们现在要来命一个实际的为大家命一个 他的NFT 那我这边可以看到邦网他这里写的是 哦我们可以真的进入这个Metaverse的元宇宙 然后他现在已经命到2650个 那他现在在黑卡的阶段 然后这边可以扛念我的wallet就可以开始了 就是在Metaverse上你可以共同拥有房地产 然后有70%的收益会平均分配给持有者 30%的利润会返还社区 然后呢会有一些独家的一些活动 在元宇宙的活动跟商品还有3D模型 然后有一些实体会员卡跟数字会员卡 然后还可以加入我们的DC 还可以有更多的负能 其实我觉得他的应用其实蛮实际的 OK那我们现在就实际来扛内我的钱包 0.1 好来我们来直接命一张看看 OK 这个GAS Fee大概0.00617哦 算OK啦 这样我们就已经命完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我们的 来OpenSea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NFT 是否出现在我们的后台 有了 撒钱的NFT 好啦这就是他的那个盲盒还蛮酷的 就是一个下潜的这个画面 那很兴奋说等他开盲的这个样子会长得如何 好的那我们这次的项目就介绍到这边 非常期待进入MetaPyc 我自己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 差点想要去命十张 还有我们团队呢 他们也很激动的想要入股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想去买虚拟土地 我们也认可虚拟土地的价值 但是我们实在没有那么多钱花个几百万去 买一块虚拟土地 而对于我们这种小制度而言 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的贴心 就是可以让我们用比较少的钱 就可以去参与到这个虚拟土地 然后还可以获得这样那么多的分润 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踏入元宇宙不再变得困难 甚至大家知道吗 其实现在虚拟土地 都一直慢慢在涨下的当中 所以你手上拿的这个NFT呢 分润啊 还有后续的一些爆发性 可能可以预期到是越来越高 比如说你可以从原本你买一个 虚拟土地的NFT值是0.1 看起来好像很低 可是事实上它可能有可能持续的 陆续的上涨 然后你获得的分润跟收益 可能未来性也会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讲 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会把LETA 财困的资讯呢 放在我们下方的资讯栏里头 你们可以去点击了解 但是记得你们在投资之前 都还是要自己做研究哦 最后一段不可能的问题是 你有投资虚拟房地产跟虚拟土地吗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你今天越马越续续完这部影片 通常请传给身旁 很想买虚拟土地 但是没有钱买的人 那就这样分享 留言按赞留言 关注我们 拜拜 其实长得蛮帅的 你50张 欸你看一次可以拉到50耶 好危险 先拉回来